字幕君 Hello 大家好我是Katherine 你們應該都知道吧 我超級喜歡各種植物相關的東西 那我們這次一起來看一套超級好看的 免費植物物品吧 那這一套是自訂物件模組 所以它是非官方的 我會把下載連結放在影片結結裡 就是前一陣子SIMs官方都不出了個新的迷你資料片 叫做Kids 也就是套件包 那每個迷你包都是專注在某一個主題上面的 那現在這個作者出了一個植物的kit 裡面全部都是植物的相關道具 我覺得超級棒的 看到植物學好開心啊 好 那我們一起來看都有什麼東西吧 那首先 它有兩種吊掛式的盆栽 這個盆栽超級精緻的 這邊還有這個扣環的 我覺得超美的 還有這個線條的感覺 下面好樓酥 超好看的 感覺非常的實用 那它的吊掛式盆栽有兩款 兩款的植物的葉片長得不太一樣 然後本身那個 懸索也有點不一樣啊 可是並沒有差太多 所以可以搭成一套 那麼來看看什麼顏色呢 有些咖啡色 黑色 然後藍色 純白色的 還有黃色的 還有紫色的耶 紫色感覺好少見啊 紫色其實很美耶 那這款顏色跟剛剛那款都是同一個色系的 黑色也超好看的 黑色感覺好像時尚 而且我們近看的話會發現到 它的那個瓶子 那個花盆 本身它的紋路啊 其實真的是還蠻細緻的 然後再來它還有四款的仙人掌 這一款太可愛了 這個是迷你 仙人掌的感覺啊 超級無敵可愛的 你們有養仙人掌嗎 就是常常會看到那種很迷你的 仙人掌盆栽對吧 那個大小可能比我們的 有小拇指還有小那種 真的超可愛的 然後每次看到 都有個衝動小麥噴回家 可是後來就想說算了不要好了 看到這個迷你仙人掌 就讓我想到那個東西 超級無敵可愛的 幫大家看一下 然後再來好這款 這個是開花的仙人掌 這也很可愛喔 它的花朵是粉紅色的 有不同顏色嗎 有 這個花的顏色會變欸 有沒有 這顏色好可愛喔 黃色小花粉色的 藍色紫色 所以它的花瓶都是同色系 所以我猜這款的花瓶也是同色系嗎 哇 它三個花瓶顏色有不一樣的 像剛剛這個 有沒有 還蠻酷的 再來還有這個配藤邊籃子的 比較基本款的 這藤邊籃子的材質感做得好棒 還有這個迷你仙人掌 這個還沒有真葉長得出來 顏色都是同色系 然後我們還有這款 這個是一個玻璃藻椎 玻璃藻椎溫室的感覺 這個也很時尚 有這些不同顏色 如果我們放大看一下 這樣應該很漂亮 再來它有幾款新的花 這一盆它是百合花 對超美的 有什麼顏色呢 有 有橘色百合花耶 紅色的 然後白色的 還有粉色的 酷耶 還有藍色百合花耶 我好像只有看過 白色跟黃色還有粉色的百合花 只要顏色沒有看過 這顏色好美喔 淺綠色搭配白色 感覺非常乾淨顏色 然後再來這個是 橘花嗎 有點像橘花的感覺 一上一撒兩顆橘花 這個也好漂亮啊 感覺非常的實當 這長得很像蘭花的感覺吧 對我覺得應該是蘭花 這個藍花它的葉片是漸層的 它花瓣是漸層的 它花瓣是漸層顏色的 太美了吧 這層我也好喜歡喔 有點亞洲風情 再來 這顆花 是什麼花呢 我不太確定 這些超漂亮的 然後大家看 它這個 花瓣的邊邊 有白色耶 這款也是 有點漸層感覺的 這也是 我還有黃色漸層的 我好喜歡這個花瓣漸層的感覺 粉色漸層 再來兩款這個放在椅子上的植物 自備椅子的植物啊 這麼囂張 其實把植物放在椅子上還蠻流行的嘛 尤其在一些比較大型的一些空框場所 如果說把植物放在地上的話 會缺少一點氣勢 如果說把它放在架子上啊 放在椅子上 就覺得比較有存在感 就是重點點綴式的植物 這個超好看的 非常流行啊 而且它的椅子的顏色跟花盆 是不一樣的顏色 這個細節還不錯 這個藍色好美喔 有點藍紫藍紫的感覺 旁邊這款是更高的花盆 這個超好看的 我們還有這個比較大型的盆栽 非常熱帶風情 這款也是我的菜啊 我超喜歡這種大顆的熱帶風植物 如果一看到這種植物啊 就有一種度假的感覺了 好久要去度假啊 感覺好久沒有去旅遊放鬆了 然後這款也是熱帶植物 它是陶瓷花瓶嗎 有點像陶瓷 旁邊這個是藤瓶的籃子 這個是蘆蕙吧 對這個是蘆蕙植物 可能要來吃啊 那裡敷臉都還不錯 那我們就把這個包的東西 全部看完了喔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包喔 我知道每個植物都做得好精細喔 尤其這個花瓣漸層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好看喔 非常堅實 看到這麼多植物讓我想到喔 我突然想要蓋一個植物狂人家了 就是在一個家裡面塞滿一堆植物 感覺應該蠻好玩的對吧 你們覺得呢 我們要來蓋一個植物狂人的家嗎 我感覺好像還不錯耶 也許我們可以來試一下 我覺得這種以特定主題來出的物品包 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像我喜歡植物嘛 所以這個包裡面的東西 我就會全部都覺得很棒很喜歡 希望之後可以看到更多類似的東西 最好出一個什麼蠟燭包啊 地毯包啊之類的 是不是 你們該超開心的 如果只出單一主題的包的話 你們會想要出什麼樣主題啊 好吧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我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相關影片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 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紅支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